配合6月8号世界海洋日 上百名巴西人聚集在里约热内卢的圣孔拉多海滩 沿着海岸手牵手筑起了一道人墙 象征人类拥抱海滩 主办方希望透过这一场活动 唤起大家的环保意识 保护海洋环境和动物 这场拥抱海洋活动 今年已经来到了第三个年头 从上空鸟看 参与着手牵手 形成一道人墙 围着蔚蓝的海水与大海融为一体 此外参与者也和主办方一同清理海滩 在沙滩捡垃圾 这项活动也举办了小组讨论会 展览和工作方 教育大众如何分类垃圾 强调保持海洋卫生的重要性 感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